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爱车宝典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金融方舟 新车购买的财务策略 二 坐驾疗愈师 解决汽车常见小毛病 三 画术侦探 发现买家心里的秘密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金融方舟 新车购买的财务策略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购买新车的财务策略 这个话题就像是一艘金融方舟 载着我们在波涛汹涌的 消费海洋中航行 而我们的目标是 不让自己的钱包沉入深渊 首先 我们得认识到 购买新车 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的获取 它还是一种财务决策 这决策就像是一场 古罗马脚斗式的战斗 你的对手是诱人的广告 狡猾的销售员 和那些隐藏在合同细节里的陷阱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 这场决斗的胜者呢 首先 你需要一副金融护甲 预算 是的 你没听错 就是预算 在你踏入汽车展厅之前 你得知道自己的钱包 能承受多少重量 记住 那些闪闪发光的新车 就像是古希腊的赛人 他们的美丽外表下 隐藏着让你财务触交的危险 接下来 你需要一把利剑 研究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不缺乏关于车辆性能 价格 和可靠性的数据 你需要做的 就是像一位考古学家 挖掘古文明遗迹一样 挖掘出那些 对你有用的信息 比较不同车型 了解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这样你就能在 与销售员的较量中 占据上风 然后 你需要一张魔法盾牌 融资 对 你没听错 是融资 在这个世界上 现金是王道 但如果你的现金 不足以支付全款 那么 你需要一个好的融资计划 这就像是一场魔法对决 你需要找到最低的利率 和最合适的还款期限 记住 长期的贷款 可能会降低月工 但它们就像是一条 长长的尾巴 会拖累你很多年 最后 你需要一瓶 神奇药水 保险 车辆保险 不仅仅是法律要求 它还是你在发生意外时的 救命稻草 选择合适的保险计划 就像是在你的金融方舟上装上了救生艇 一旦遇到风暴 你至少不会失去一切 总之 购买新车是一场既刺激又危险的冒险 但只要你穿上预算的护甲 挥舞研究的利剑 举起融资的魔法盾牌 并随身携带保险的神奇药水 你就能在这场金融角斗中笑到最后 祝你好运 愿你的金融方舟能够稳稳地 驶向财务自由的彼岸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坐驾疗愈师解决汽车常见小毛病 各位车主 汽车爱好者 以及偶尔把车当成第二个家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坐驾疗愈师的神秘世界 我是那位专门研究 从古董车到未来飞车的教授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如何成为你的爱车的心理医生 解决那些让你头疼的汽车小毛病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汽车就像是一个有情绪的生物 它们会生病 会抑郁 有时候还会发脾气 所以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车主 你需要学会读懂你的爱车 这样才能及时给予它们最合适的疗愈 比如说 你的车子开始咳嗽了 也就是发动机启动时 伴随着异常的声音 这可能是因为它感冒了 也就是火花塞 或者燃油系统出了问题 这时候 你得像胃药一样 给它更换火花塞 或者清洁燃油喷射器 再比如你的车子情绪低落 动力不足 加速无力 这可能是因为它营养不良 也就是空气滤清器堵塞了 或者是燃油滤清器 需要更换 给它补充营养 换上新的滤清器 它就会恢复活力 有时候 你的车子会突然抽风 电子系统出现故障 警示灯万骰 这就像是它神经紧张 需要放松一下 检查电池和接线 确保电子系统的神经没梢 畅通无阻 通常可以缓解这种状况 当然 我们的爱车也会有情绪爆发 比如刹车时 发出尖锐的尖叫声 这可能是因为刹车片磨损 需要心理疏导 也就是更换新的刹车片 让它安静下来 最后 如果你的车子沉默寡言 也就是仪表盘上的指示灯不亮了 这可能是因为它抑郁了 需要检查一下保险丝 和仪表盘的电路 找回它的声音 总之 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疗愈师 你需要耐心 细心 还要有一点点幽默感 这样才能在你的爱车遇到问题时 用正确的方法 给予它最合适的心理治疗 记住 和人一样 汽车也需要关爱和理解 这样他们才能陪伴我们 走得更远 更安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话术侦探 发现买家心里的秘密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话术侦探 发现买家心里的秘密 这听起来 就像是我们要穿上福尔摩斯的帽子 拿起放大镜 去追踪那些 隐藏在消费者言语之下的线索 但别担心 这里没有犯罪现场 只有市场的战场 首先 我们得认识到 每一位消费者都是一本神秘的书 作为销售人员 或者市场分析师 你的任务就是成为那位能够解读这些复杂心理密码的画术侦探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心理学家和侦探的混合体 确实 这是一项需要洞察力和观察力的艺术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画术侦探的工具箱里都有些什么 依倾听的书语 这是侦探的耳朵 画术侦探必须学会倾听 而不仅仅是听 这意味着要注意买家的言外之意 捕捉他们的犹豫 强调和语气变化 有时候 一个简单的 嗯或者啊的背后 可能隐藏着对产品的疑问 或者对价格的不满 二 问题的艺术 这是侦探的放大镜 通过提问 画术侦探可以引导对话 挖掘更多信息 但是 问题要像抛锤掉线一样精准 不能像用鱼网乱扔 否则你可能会把买家吓跑 三 情感的指南针 这是侦探的心 了解买家的情感需求是关键 有时候 他们可能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个产品 而是需要那种被理解和关注的感觉 画术侦探要能读懂这些情感信号 用同理心去建立连接 四 逻辑的地图 这是侦探的脑 买家的决策往往基于一定的逻辑 画术侦探需要能够追踪这些逻辑路径 理解买家的需求和痛点 然后提供解决方案 现在 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 一个画术侦探在和一位顾客交谈时 注意到顾客在谈到某个产品时 眼神闪烁 侦探立刻意识到 这可能是顾客对产品有所顾虑 于是 他巧妙地问道 我注意到 您在提到 这个功能时似乎有点犹豫 您能分享一下 是什么 让您感到不确定吗 结果 顾客坦白了自己对产品的担忧 侦探随即提供了详细的解释和额外的保证 最终成功促成了交易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画术侦探不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 还要有机制和同理心 在市场的战场上 了解买家心里的秘密 就像是解开了一道道精妙的谜题 既充满挑战 也充满乐趣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下次当你试图说服某人 或者试图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时 记得启动你内心的话术侦探 用你的洞察力 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言语之下的秘密 这样 你就能成为掌握人心的大师 而不仅仅是一个销售人员 祝你好运 未来的话术侦探们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购买新车的财务策略 解决汽车常见小毛病 以及发现买家心里的秘密 无论你是一位懂得规划预算的消费者 还是一位有爱心的座驾疗愈师 又或者是一位聪明的话术侦探 你都在金融的海洋中航行 用你的智慧和技巧 保护自己的财务安全 购买新车是一场既刺激又危险的冒险 但只要你穿上预算的护甲 挥舞研究的利剑 举起融资的魔法盾牌 并随身携带保险的神奇药水 你就能在这场金融决斗中笑到最后 成为一名优秀的座驾疗愈师 你需要耐心细心 还要有一点点幽默感 这样才能在你的爱车遇到问题时 用正确的方法 及它最合适的心理治疗 话术侦探们 你们是市场战场上的大师 通过倾听 提问 理解和逻辑思维 你们能够洞悉买家的心理需求 从而提供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最后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故事 想要分享吗 你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